欸老闆你身材這麼好 應該要去當model的 我也這樣覺得啊 身高185 不當model好像有點可惜了 之前是有考慮過啦 大家好我是傑克森 今天來介紹一下這台螢幕 Pockets Icon的PT-6 那不瞞各位說啊 多年前 我有一台LH5 HDR 就這樣一路用到了現在 都還在使用 大家可能以為我都在用像是Ninja或者是 Smo HD 之類的這種專業健康螢幕 那是大家以為我很有錢 其實也不怕大家知道 我還蠻窮的 都在用舊的老器材 可能連身邊的器材都比我還要好 但話說回來 這個LH5 雖然不是很完美 但總體來說 好用耐用 那唯一的問題呢就是常常這個電池扣板會掉下來 而且這幾年來啊還蠻常會有人來詢問 或者是想要購買Pockets 也就是Icon的監看螢幕 因為CP值還蠻高的 那就像我剛剛說的LH5這個系列他是比較屬於中價位的 高價位的就先不說啦 他們家 這幾年還有推出一個這個平民的監看方案 也就是 像是PT5 那這次寄來的呢就是剛上不久的這個PT6 老實說看看他的價位 再看看這個功能 可以買了 推薦給大家 這台PT6大概台幣落在5000出頭吧 定位算是入門級的這個機頂監看螢幕 外殼是塑料 厚度大概1.5公分 整體的重量呢不到200克 我前幾天叫我兒子幫我拿一下那個用不壞的iPhone 8 結果他就拿了這台PT6過來給我 那他上下是完全沒有按鍵的 功能以觸控為主 實體按鍵跟接孔都集中在他的兩側 左邊是鎖定開關USB監聽孔HDMI IN 那右邊呢則是HDMI的輸出 電源開關DC IN 他可以支援這個7-24V的電壓 Range很大很方便 在使用的時候比較不怕會有燒掉的問題 那電池的凹槽啊 可以支援MPF電池 還有LAP16的電池 上下呢都是這個風槽式的設計 可能是為了增加散熱的面積吧 同時也可以作為養風彩蜜的功能 那配件方面老實說這家公司現在的產品啊都還蠻有誠意的 他們家現在的螢幕都會附這個硬殼箱 那PT6的殼啊比螢幕大出蠻多的 里程有海綿 除了保護好螢幕之外還可以把螢幕的配件全部塞進去 所以他在來的時候所有配件都在殼子裡 這個其實很實用啊我很怕那種只能裝裸機的殼子 你線啊雲台啊都要另外再裝 那配件包含了兩條HDMI線 分別是標準的大頭 還有這輩子永遠 不會想要再去用的micro小頭 好啦難用是難用啊但不少小相機就是 還是得用這種頭 還有一個雲台 早期買這種無旋鈕雲台啊都要花不少錢 而且很容易踩雷 買了可能超難用 那監開螢幕通常會附的這個球形雲台啊 又是那種爛的鑰匙 超難裝超難調的那種雲台 然後你沒裝好拍一拍可能又會掉下來 所以我看到他附的這一顆雲台的時候其實我的心裡就已經很舒暢了 但這個東西你自己去買真的就是可能要花個七八百塊台幣吧 那此外呢還有附這個遮光痘 那會附這個東西呢通常就是代表 螢幕不夠亮 那這台PT6畢竟他是入門級的嘛 支援DCi P3色域的 IPS螢幕 但螢幕亮度呢只有 600尼特 你在室外使用啊 就會需要加裝這個抖 那這個抖的質感其實做得還不錯 安裝也很容易也還蠻乾脆的 算是有彌補到不太夠亮的小缺憾啦 不要小看這個遮光抖品質的重要性 遇到難用或者是很難拆裝的抖啊 你用起來真的會很阿讚 那遮光抖沒有裝的時候啊這個骨架感覺是具備了防摔防撞的功能 等於大多數情況下你只要準備好電池 PT6你拿到了就可以直接裝上相機開始使用 這個價位再看看他的配件 可以買了 推薦給大家 我是傑克森 專位 接下來介紹一下功能好了 乍看之下他跟大宗的這個監看螢幕 沒什麼太大不同 但是他們家還是有些功能我覺得蠻值得提一下 比如說這個尾色 尾色彩 除了用這種標準的尾色之外呢 他還可以用阿萊的尾色 優點在於大部分的區域 他還是會 顯示原來的色彩 IRE亮度40上下這個區間 他會顯示綠色 這個也就是所謂的中間灰的區帶 那再往上一檔的部分 他會顯示 粉紅色 也就是大概是56的位置 這個區帶呢就是平均膚色的區段 為了確認這個我還特別去翻了Alexa的說明書 那他裡面的尾色說明他有著名這個區段是所謂的 Caucation Skin 那Caucation這個字呢你直翻過來就是 查字典的話他會 查出來就是 白種人 維基百科上面 你去查 他開頭就會說到 這是一個過時的生物分類 皆原人種 劃分 也就是說 還好這個是寫在阿萊的這個 手冊裡面 如果是某一本 大家都會看到的手機攝影交戰手冊 可能會必須要出來道歉 好這個題外話 再回來剛剛的尾色 在快要失真的97區段他會顯示成黃色 那失真會是紅色 暗部的話呢發生失真則會是 顯示這個紫色 只是這個PT6的紫色 比較像是這個 深粉紅 可能是為了比開專利吧 我猜 常用的焦點輔助呢也可以選擇區域 也就是說你可以只用畫面的一小部分來做這個峰值對焦的顯示 那3D LUT的功能呢他也都幫你預先準備好了 各大廠的這個Log校正LUT可以使用 那昨天我更新了固件之後呢 多了一個直播模式 就是說你在上面調整亮度 色彩這些參數 HDMI OUT他也會一併把這些 調整過的畫面輸出 那說到這個 就不得不講一下 這台機器為什麼適合拿來做直播 他除了是健康螢幕之外呢 他其實也是一台 效果器 他還有一個特別的功能 叫做 數向拉伸 也就是說呢你可以針對畫面去做出一些拉伸變形的效果 如果你對自己的長度缺乏信心 那這會是一個 實用的功能 我們的身邊就是有了非分之想 那為了避免黃標問題呢 這次就不要請他分享 這個功能主要是針對現在很多 直視影像直播的用途 他可以針對畫面的一側 去進行拉伸 不管你是男生女生 1米4還是1米5 這輩子想要擁有七頭身 那就只能靠他了 用七頭身跟粉絲即時互動 身材高挑 線上沒有人敢說你是後製的 就算有你也可以大聲的嗆他 哪有後製 這個是前製 如果你是做一些帶貨直播啊 可能跟服飾相關的 那我想這個功能也許對你來說還蠻 能夠加到粉的 只是使用的時候你可能要小心 如果用到一半不小心蹲下來 好如果你還沒有買過肌頂監看用的螢幕 PT6作為你的第一台 監看螢幕 不管是在功能面 或者說他的 價格 我覺得都會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對於專業用戶來說呢 在一些訴求及輕便的狀況下 PT6其實也蠻適合拿來工作 其實該有的基本監看功能都足夠了 支援HDR 重點是這個價格 摔了你也不會太心疼 當然我們還是要客觀的來講他幾個缺點 第一個就是他的開機速度有點慢 要等個好幾秒 甚至會讓你以為電子沒電 再來就是操控的問題 強烈建議 如果你買了要先享樂說明書 不然滑一滑 你會不知道自己在哪裡 最後一個就是他的亮度 可能比較不夠 雖然低啦 但是還是可以用這個遮光罩來做補強 而且 對了 亮度沒有那麼高 他也比較不會有高溫的問題 這台機器他連風扇都不需要 在電力消耗上 一定也會比較低 所以低亮度 他可能在某些方面 他也是有他的優勢在 那今天介紹這個PT-6 大概就到這裡啦 如果你對這台螢幕有什麼問題 歡迎在下方留言給我 我是傑克森 專為創作者 找好方法 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 掰掰 掰掰